大家好,欢迎来到咱们频道 咱们结合现在欧盟对中国的电子车征税 再结合世界这几场战争 确实是有不好的迹象 可能大家没意识到 我看了比如说国内的媒体 说G7领导人 没几个是知识率很高的 这个问题就在这 你没有意识到这很危险 G7领导人大多数都没有高的知识率 那代表什么呢 代表他有这种要转移内部矛盾的想法 你说未来的国际局势当然是混乱了 他要转移内部矛盾 他得制造矛盾 这个目标看来是选定中国了 他们现在想通过制造外部矛盾 转移内部的矛盾 因为他知识率不高 他有这个动机 所以这个对世界来说绝不是好事 我没看到中国的国内的媒体 包括官方媒体能说出这点 光感上笑话 G7 但是你没看到问题本质是什么的 人家掌握了一定的资源 他要想让这个世界动荡 其实对你中国并不好 其实确实现在走向一个疯狂状态 就是包括美国和乌克兰签那个10年 10年期那个协议 那个也是一个什么呢 其实就代表什么 代表着人家已经达成共识了 这个就是要打10年 就是支持乌克兰干到底 以前是想通过战争是吧 这个俄军通过特别军事行动 想完成这个任务 现在看越来越难 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现在看 世界是越来越乱 千万不要以为这个世界会太平 可能未来 就因为这个西方社会的 这里边有一个逻辑 可能大家也没注意 咱们讲一个底层 就从西方限制中国的电动车 这一刻起 标志什么呢 标志原来西方是发达的 是进步的 是先进的 彻底的 它就不存在了 在整个的世界 老百姓 比如发生国家 老百姓 比如中国老百姓 再认为西方 它就不发达了 至少在中国这个电动车 这个冲击之下 它已经不是最先进的了 我觉得就是等于是 破了整个西方 所谓的发达经济体 这么一个光环 那这个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西方 可能要采取一种极端手法 它要夺回自己的光环 要建立自己的信息 所以千万不要以为 人家就此罢休了 人家不会认输的 它一定走更极端的 据说西方对中国摊牌里边 要中国交出电池的配方 这让我也感到 我通过这个消息 我也感到整个西方沦落 像不像当年去抢 偷中国丝绸和磁器的秘方 你想当年中国牛逼吧 现在也一样 欧盟是针对中国电车加关税 当时要求中国企业要交出电池配方 说是欧委会以反补贴调查为由 邀中国交电池配方 这是中国企业核心机密 尤其是市场竞争力的关键 可以看到欧洲政客 这次强到本领 很多人以前把整个的西方都认为是一个高高在上的 牛逼的 不能再牛逼的 再正义不过的 但是现在是什么 事实是什么 事实这帮人是什么 是强盗 本性没敢 我一直强盗 他是个欧亚大陆边缘的 500年前他也是边缘的 你看西班牙 葡萄牙 都是人类边缘的一带 你如果要拍电影的话 那个时候他是人类最边缘 他不如阿拉伯富有 中国当然比阿拉伯还富有 阿拉伯艳雨 艳雨说要去富裕的中国 实际 真正的世界边缘地带最穷的地带 就是那儿了 欧洲 但是通过大航海 实际是学阿拉伯人的航海技术 然后去了海外掠夺 实际 这就是他发家事 但是你要明白 这500年是改变不了他本性的 他该是强盗还是强盗 现在通过电动车 你就理解了 这就是本性 我觉得这个就明强了 当然中国肯定不傻 给他 但是我通过这个 我觉得真的看出了时代变了 但我也看到危机了 我通过看到时代变 我也能看到危机 就是他会坐以待毙吗 就整个西方会坐以待毙 最绝不会的 他一定会用极端手段 就哪怕把这个世界砸烂 他毕竟是边缘地带 他不可能容忍欧亚大陆崛起的 那他一定会什么 要么把欧亚大陆砸烂 所以咱们一定要警惕啊 真正的人类威胁可能不是这个 他这个美国人航空撒运口里讲的中俄一朝 可能就是他们自己 尤其是这些所谓的没有知识率的这些政客 他们会绝对会捣乱的 给人类和平做 做一些这个 咱们说埋设一些陷阱了 当我们看到困难 我们要建立信心 我一定要在结尾要给大家建立信心 中华民族就是一个对未来有希望的民族 我们不是悲观的 所以我一定要把这个最困难的时候 要给大家讲一些希望 希望啊 我觉得就是我们要看到我们啊 这个中国人的聪明才智啊 又得到发挥了 你看美国打压中国所谓的消费品 像海啸一样吸远全世界 对吧 这是美国耶伦讲的 这个包括中国的这个各种的新能源电气产品 包括光伏产品 就欧美的制造业啊 已经是咱们说这个没有任何希望了 如果要跟中国竞争 他没有任何希望 想想这个1840年被洋人拿炮给打开国门啊 实际当时中国是挣着这个 挣着这个全世界的银子啊 我们现在我们当年是卖丝绸啊 卖着我们的生态很好了 对吧 我们整个这个循环 但是呢被对方啊 把国门打开 因为我们不想跟他做生意啊 你卖我鸦片啊 你去赚我这个利润 我不想让你赚 结果人家不是啊 人家给你给你监传利报打开了 现在呢 现在什么又来了 又给你打贸易战 这个我觉得啊 就是中国的制造啊 极端的内卷啊 极端的这种降低成本增加效益 就使得这个对方也不得不卷 但是对方不想卷 对方可能是觉得中国太厉害 就不能卷 卷那么必死无疑啊 能卷吗 所以欧洲这块对中国的这种行动啊 我觉得也证明了投降了 就连你的底方都要 这他妈脸啊 脸啊 往哪放呢 他有底方就证明他没有 你说他没有啊 那他能造出这种好车吗 造不来 当然这个 目前看 新能源汽车只是刚开始啊 后续代表什么 代表着中国整体制造业的一个升级 看到吧 就是西方已经不能跟上中国升级了 这个是我们现在要看到 对中国有利的 就是你想要世界上最好的电动车 你只能买中国的 我们未来在美国西方 对吧 你加关税嘛 那我们就可以 对吧 就像现在中国嘛 一百万去买什么奔驰宝马的 对吧 也有这样的 汽油机的 未来就是西方人得拿一百万去买中国顶级电动车了 是不是对等啊 这事儿啊 我觉得这个西方人不愿意听 但是我们作为中国人啊 我一定要强调 这是个百年大变局 就是我们现在等于是已经是 这个怎么是消费升级了 升级到另一个维度了 而这个维度西方人追不上了 我觉得这就是我们这代人能看到的 未来这个世界格局了 就以前是中国落后 现在是西方落后了 你要想开这个最好的电动车 还真的是招中国 又好又便宜 就像你以前得到西方去开 美国那大排量 咱也不知道那个大排量 当年忽略了多少人 是吧 但是关键什么呢 关键是美国一直强调 是我是自由民主 我是发达 你看 他把发达和自由民主 这两个不相干的东西 他通过这种语言 一下给台湾洗脑了 给全世界人洗脑了 发达国家一认为发达 就得必须要自由民主 对吧 这俩东西不挨着 这俩不挨着 不是说因果关系 但是他硬给你 你看 但是这个很聪明 但是通过中国的这次崛起 尤其是电动车这次学习 是不是证明一件事 对吧 证明一件事 中国的这种社会制度 是完全可以达到高效的 高生产率 那这个就是说 你要发达 不一定走美国那条路 走中国这条路也可以发达 我觉得这个是对美国的巨大冲击 这就是我们的信心 就是说 什么自由民主 西方的政治价值 西方的政治正确 这个东西现在不靠谱了 因为中国正是打破你的神话 就中国崛起啊 实际是给人类 带来一个新的发展道路 那很多的 这个比如说不发达地区 他们会选择哪一个更适合自己了 他不用去报美国大队了 不用报西方大队 被骗了 就像这个宗教一样 很多邪教就这么骗老百姓 但是这个就会危及整个西方根本 因为整个西方是刚才讲 是靠抢劫为生的嘛 西方的根本抢劫是靠什么 先得去骗了 先得去骗 就靠他自由民主骗嘛 台湾傻喝上当了 那这种对西方的冲击啊 绝对比宗教啊 比如说这个 这个神话啊 这个一个民族啊 然后呢 给他进行这种 咱们说 精神上的洗涤 是吧 赖心的讲 这个要更深刻 因为这种是什么 是证明给对方 你的制度并不是人类 咱们说这个最精 最精华的 能创造更强生产力的 你的制度不是的 我觉得欧盟对中国的这种 这种电动的限制就证明了 美国和欧洲完全无法跟中国 这种制度竞争了 那就是说 这个咱们被他们攻击 我们觉得我们要看到希望 就是我们的制度 我们的制度是超前的